在南卡罗来纳州基瓦岛度过了大部分暑假后 拜登总统正返回他在家乡特拉华州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私人海滨别墅 在那里他正在花费纳税人的钱在私宅建自己的安全围栏 成本飙升至近50万美元 请看记者全身的报道 2021年9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向苏萨克斯郡的一家公司拨款45万6548美元 用于在私人别墅周围建造安全围栏 根据联邦政府支出在线数据库USA Spending the Government的数据 今年夏天国土安全部与Trust One Holdings就住宅购买和安装安全围栏的合同 已增至49万0,324美元 国土安全部被列为合同的主要授予和资助办公室 而美国特勤局被列为子机构 围栏的建设于去年9月23日开始 预计将于2023年6月6日完成 当地福克斯新闻系连到了特勤局时 特勤局拒绝发表任何言论 称由于需要卑户运营安全 美国特勤局不对于开展我们的保护行动的手段 方法或者资源发表任何评论 根据USA Spending的说法 美国国土安全部没有回应福克斯新闻 关于为什么秀安全围栏的费用 由于2021年11月30日的补充协议 而使合同增加了6,844美元 以及2022年6月8日的额外工作 又增加到了26,933美元的询问